我是Enter 邀請您訂閱Enterbox的頻道 這集主要會和大家介紹 Tecube Cube Thunderbolt 3 SSD 也會比較一下 Tecube目前的外接固態儲存裝置有哪些 還有他們的選購建議 中間也會穿插經驗台的部分 和大家聊聊 TV3外接行動裝置的使用型態 Tecube目前外接的SSD有三個產品線 最高階的就是Rapid 它走的是Sounderbolt 3的協議 TTB的價格是9290 而最入門的是583 Superfast 走的是USB協議 單外接盒價格是1190 如果加上了SN550 SSD 1TB的版本 這樣一套價格是4930 而這次開箱的Cube 則是介於兩者之間定位的一款產品 它走的同樣是TB3的協議 單外接盒的價格是4490 如果加上SN550 SSD 1TB的版本 一整套的價格會是8230 那這邊先說一下 為了方便計算 所以這邊用的都是官網的價格 不過Tecube的官網有時候會特價 價格會比較便宜或是送一些贈品 而SSD都是用SN550 1TB這一款打作比較 也是方便呈現給大家 但是SSD本身的價格波動還蠻大的 有可能會變貴或是變便宜 乍看之下 從外觀你大概會有點難分辨Cube跟583 那實際上規格其實差異很大 Cube使用 Thunderbolt 3的協議 那優點就是速度非常快 代價是價格比較貴 通用性也比較低 通用性指的是說 TP3外接SSD一定要接在支援 Thunderbolt 3的電腦才能用 如果你接在了USB 它是沒辦法動的 而583用的是USB的規格 那優點就是通用性很高 而且價格比較便宜 速度也非常快 只是說沒有到Thunderbolt 3的Cube跟Rapid那麼那麼的快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 電腦內的磁碟可能都還沒有5%這麼快 所以對一般人來說 這個速度 你可能現在還在用100Mb的隨身碟 但是583的速度可以到900甚至到1000Mb 幾乎都是10倍了 所以對普羅大眾來說 1000多塊出頭的583的外接盒就非常非常夠用了 那如果你是Pro小眾 你的工作可能是攝影、影音剪輯、大量傳輸資料、極限發燒友或是Mac的用戶 Thunderbolt 3對你來說應該就不陌生 以Enter的經驗來說 在辦公室和家裡 所有每一台桌機、筆電都是有Thunderbolt的 因此沒有什麼通用性的問題 甚至在這個思維下會覺得 既然有TB3了還去用USB 岂不有點浪費 所以更加致力於去打造一整串的TB3環境 也因此對Enter來說 在工作中使用TechQ Rapid和TechQ的Cube的時候 幾乎是不會遇到通用性的障礙 真的要說比較麻煩的 或許是接線的時候要特別留意 一定要用TB3的Cable 不要拿到USB的線 因為USB是跑不了的 這通常也是新手比較容易忽略的 而隨附的TB3線上面有TechQ的魔鬼氈 其實這在一整團黑色的線中 辨識和收納上都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很慶幸TechQ有考量到這一點 好那Cube的速度到底可以到多快呢? 其實跟Rapid一樣 它們用的都是同樣的主機板 但是這次我們搭配的SSD是WD的SN550 所以還是把測試數據列給大家看 寫入速度在1700Mbps到1800Mbps之間 而讀取速度在2100Mbps到2200Mbps之間 那雖然有時候會掉下來一點點 不過基本上讀取速度都可以到2000Mbps以上 還蠻穩定的 剛剛稍微也有提到 其實Cube和Rapid它們用的主板和方案是一樣的 這其實效能差異真的不會到很大 比較有可能造成差異的反而是你選擇的SSD本身 那在效能一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它們的售價還大概差了1000塊? 其實Cube有一些優點 像是它的體積更小 長寬高分別是96mm 寬46mm 厚度12.2mm 尺寸都比Rapid還要更小一些 也因此重量輕了蠻多的 只有82.2公克 此外Cube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那就是以前其實Rapid是沒有單賣外接盒的 如果你想要買來自己更換SSD來用 你最起碼要買240GB的版本 但是現在Cube有單賣外接盒囉 那對於會DIY組裝的人來說 CPE值絕對是更高的 那講到可以更換SSD這件事 當然Rapid在技術上也是做得到可以更換 但確實沒有那麼方便 在步驟上來說 你要先拆掉底部的兩條軟墊 才能去拆4顆螺絲 然後把底蓋打開 接著要把整片主板都拆起來 才能到背面去換到SSD 然後全部再裝回去 現在Cube就方便蠻多的 背後4顆螺絲直接拆掉 就可以更換SSD了 省了非常多步驟 這一點對DIY使用值來說 真的是非常貼心 那Rapid比較貴 而兩者功能效能基本上又一樣 其實Rapid還是有一些優點的 像是質感和造型上是比較有設計感 也可以明顯看出跟其他廠商的 同類產品有所區隔 那雖然換SSD這點是比較麻煩 不過以實際使用經驗來說 99也才換一次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啦 此外 我很喜歡Rapid有腳墊可以放在桌上 比較不會滑動 而Cube因為沒有腳墊 會直接跟桌面接觸摩擦 導致桌面或是鋁殼上面 會留下一些掛痕的痕跡 但Teku也有提到 像583 SuperFest 和Cube這樣扁平的設計 還有一個巧思 就是讓外殼透過直接跟桌面接觸 可以透過與桌面的接觸來散熱 尤其是在實面或是玻璃材質的桌子 應該效果會更好 最後提醒大家 如果你打算DIY 用Cube或Rapid搭配自己的SSD來使用 可以先到Teku的官網 他們有整理一些常見的SSD 哪些能用 哪些不能用 然後跑分大概多少 有提供了一個很詳細的表格給大家參考 但以目前來說 Teku就還蠻推薦用WD-SM550這個系列 不只因為WD這款SSD的價格很有競爭力 而且它的溫度控制很不錯 比較不會讓SSD的溫度太高而影響效能 當然如果之後有容量更大 更便宜好用的SSD Teku也會測試相容性後 推薦給大家 也歡迎大家自己DIY 其實這個真的不難 去年Computex採訪的期間 Teku甚至在我們採訪的時候 就在背後跑了整整半小時的Cube 都沒有掉速 大家可以去看看去年的採訪影片 我們就把影片放在右上角 另外就是保固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Rapid剛出來的時候保固只有一年 現在原廠已經加長到三年的保固 而且硕及既往喔 而Cube不管你是外接盒 還是連著SSD一起買的套裝 也都是三年保固 而SSD主要就看你SSD本身的保固是多久 那今天介紹Teku Cube SSD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裡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喜歡採訪影片 我們下期三個月的蛋黃雪 這邊線的影子 在 Billzug 我們下期三個月的 給大家看 我們下期三個月下期 二個月下期一個月 我們下期三個月 我們下期三個月一